現時在香港有不少獨居或兩老合住的長者戶 他們都很需要社會的關懷和支持 在香港也有不少團體給長者優惠計劃 例如香港電燈有限公司和中華電力公司都有長者電費優惠計劃 而中華煤氣公司就有煤氣長者優惠計劃 香港電信也有長者愛心線計劃 顯殼的中央食油氣公司也有長者優惠計劃 這五個長者優惠計劃推行的目標 都是希望幫助一些獨居或兩老居住的住戶 而經濟上有經濟困難的長者是可以繼續在社區居住的 那究竟資格的詳情是怎樣呢 大家好 我是佐惠鴻 我在公屋區從事地區服務工作有20年 曾經處理過數萬宗的居民求助個案 我希望透過這個頻道和大家分享香港的公屋政策 個案和資訊 歡迎大家訂閱讚好和分享我的頻道 先說香港電燈有限公司長者電費優惠計劃 這個計劃是由1994年已經開始推行的 優惠的內容就是 每個月最初的200度電費有四折優惠 豁免電費的按金 豁免最低的收費 申請的資格它需要是廣登的客戶 年齡在60歲或以上 以及獨居或同等資格的長者同住 以及目前是有領取或有資格領取縱援 至於中華電力的長者電費優惠計劃 是在1995年就開始推出了 它優惠的內容包括每兩個月最高400度行額 是可以有半價的電費優惠 電費的按金豁免 也不需要繳交最低的基本收費 申請的資格就是需要是中電客戶 年齡在60歲或以上 是獨居或同等資格的長者居住 以及目前有領取或有資格領取縱援的人士 至於中華煤氣有限公司的煤氣長者優惠計劃 是在1995年的時候推出的 它的優惠內容就是 每月首500招耳的煤氣容量是半價優惠 也豁免融戶的按金 豁免煤氣保養的月費 豁免每個月基本收費 也都免費提供奴具維修服務 也都可以獲得優先的維修服務 每年免費電費奴具和後管安全檢查 申請資格是需要是中華煤氣公司的客戶 在年齡60歲或以上 以及獨居或合資格的長者同住 以及需要合資格或正在領取縱援 香港電信的長者愛心線 是電信營科及旗下的香港電信 在1992年推出的長者愛心線 優惠的內容是豁免申請人電話線路安裝費 豁免電話的基本收費 至於國際長途的電話費、資訊鈴、來電顯示 以及其他服務就不包括在內 申請的資格需要是香港居民 年齡在60歲或以上 以及獨居或兩老合住 以及現在沒有領取縱援、沒有工作、沒有入息、經濟有困難 而資產的上限獨居是要7萬元以下 兩位長者同住就要10萬元以下的資產 至於遣殼中央石油長者優惠計劃 優惠內容就是豁免保養維修費 豁免每個月最低的收費 免費勞具維修保養服務 不過就不包括零檢費 也可以進行定期的安全檢查 申請的資格需要是遣殼石油的客戶 年齡在60歲或以上 是獨居或同等資格的長者同住 以及目前領取或有資格領取縱援 申請長者優惠的辦法 第一 長者如果有意申請任何一項長者優惠計劃 都可以前往任何一間審核中心 填妥表格出示有關的證明文件 核實資料模擬之後 審核中心就可以將申請的表格 全真度提供優惠的有關機構審批 在審核中心核實申請人的證明文件之後 就可以交還給申請人 無需儲存 至於申請表格 就是由審核中心決定表格保存的時間 一般情況之下 提供優惠的各個有關機構 都會在收到申請表之後的14個工作天內 就以書面通知長者或者審核中心 通知他們有關的申請結果 同一申請人如果在同一時間內 申請多於一項優惠 就只需要填寫一份申請表格 長者優惠計劃申請表格 可以在香港社會服務聯會的網頁下載 所有文件和詳情都會以香港社會服務聯會 長者優惠計劃最新的版本來掌握 相關的網址我會放在以下的描述欄和置頂的評論給大家參考 我是蔡惠雄 我會繼續和大家分享更多的政府政策和資訊 再次多謝大家訂閱和讚好我的頻道 多謝大家下集見